- 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志玉,歡迎大家跟我一起catch大前朝,我們現在來介紹今天的來賓,第二要介紹是我們的財經專家黃世聰,世聰哥好,志玉好,大家好,還有我們的總體經濟學家吳嘉隆,嘉隆老師好,志玉好,大家好,還有我們的軍事專家吳明杰,明杰哥你好,志玉好,大家好, 待會要加入我們的還有朱岳中老師,那麼首先我們先趕緊要帶大家來關心的是在俄乌戰場上,我們來看到就瓦格納集團現在應該說似乎你可以用瓦解來形容他,那現在普里哥金似乎到了白俄要去重啟爐灶,那我們就來看看他到底會打造成什麼樣的一個瓦格納2.0,但是現在其實在俄羅斯內部他們自己國防部似乎也比較瓦格納,他到監獄裡頭去找了一大堆重刑犯, 組合成了一支叫風暴Z這樣的一支部隊,而且已經讓他們到了最前線去,我們來看在烏東的兩大前線,一個叫利曼,另外一個在巴赫姆特,如果地圖上來看的話,幾乎就是在烏東地區,這個是熱戰區最前線這兩個地方,據說這兩個地方已經部署了18萬大軍,那這18萬大軍的組合全部最精銳都在這裡了 包括有空中突擊隊,有機械化的部隊,另外我們看到了像是國防部中正統軍也在這裡 還有一支就是我剛剛所謂提到的監獄裡頭招募來的重刑犯,所組成的一支,有人講這應該就是類瓦格納的一個風暴Z的部隊 那現在呢,在這個前線激戰區啊,哇,打得非常激烈了喔 那但是呢,現在最近的戰況如何 我們要問問明杰哥 對,我們看到這個普里各金發動這個瓦格納兵變之後 過去一週以來,我認為這個普丁為了要轉移注意力喔 所以也這一個讓俄軍在烏東開始喔 那發動一輪這個窮轟猛炸喔 那在這一個烏東這個部分,大概目前來講分兩個戰場喔 三個戰線,第一個就是說原本的巴赫姆特喔 那現在俄烏雙方又繼續在這裡喔 你真我奪喔,那一天之內 其實實際上有些這個據點喔 馬上可能早上被俄軍拿走 下午就被烏軍光復,打得如火如荼 那現在主要是說北面還有一個利曼 還有跟這個一個叫庫皮楊斯克這個地方 蔓延大概一百公里長的這個防線喔 這三個點喔,那烏軍證實說 俄羅斯可能部署了有多達十八萬的兵力 那中間當然受到外界矚目 除了傳統的這一個空中突擊隊 這可能配備像卡羅斯這些攻擊直升機之外 那機械化的這個作戰部隊之外 有一支叫風暴Z這樣的一個突擊部隊 似乎也在戰場現身 不過這一支其實也不神秘了 因為他從今年四月以來 其實烏軍就觀察到說 似乎俄羅斯的正規軍也在仿效 當時四月的時候就開始說 跟這瓦格納集團一樣 在這一個監獄中招募所謂的重刑犯 可能用他的減免刑期也好 或者是每個月大概平均兩千兩百美 大概合計臺幣六萬多的這個代價 讓他上戰場 不過這個名字非常的響亮 風暴Z好像很厲害 但其實這個實際上就是一支炮灰部隊 因為他必須被派到最前線去 那等於說這個打前鋒的情況之下 其實陣亡率非常的高 跟當初瓦格納扮演角色其實是一樣的 那這次風暴Z其實狀況非常多 先前其實在巴赫爾姆特就出現過 他有一次這個獨立藥藥洞的這個突擊率 當時其實就有非常多的士兵講說 不管是指揮官跟下面的幹部內訓之外 甚至有多名數十名直接集體投降 因為同樣跟瓦格納抱怨一樣 二軍不給彈藥跟武器 所以他的狀況非常多 但是他不是自己國防部 他們自己去招募來他們自己招募的 其實也是變成仿效瓦格納一樣 等於說另外一個跟瓦格納扮演同樣角色的 一個炮灰部隊 那當然因為他這個在最前線 如果他不戰脫逃情況之下 他們還講到說後頭還有督戰隊 如果他逃脫 可能直接在戰場上就這個隔壁他們 所以這個部分當然雙方在這裡激烈的 展開新一輪的這個猛攻之外 那當然其實除了二軍十八萬重兵 其實烏克蘭最近也有至少十萬的重兵 也部署在三個前線 所以雙方在烏東這個地方是激戰的 那在這一個比較南面的 札波羅勒這個地方 基本上來講 烏軍的這個等於說攻勢就比較強烈 二軍看起來有向後撤退的趨勢 不過在巴赫姆特這個地方 這兩天又看到說外傳說 二軍又動用一頓重的這個溫壓彈 這個等於說真空溫壓彈 那這一型過去來講 本來都是透過TOS-1A這種多關火箭 可以發射24枚進行所謂的火力壓制 不過這次比較特別強調是說 什麼叫一頓 一頓基本上基本上就可能 不會用這個多關火箭來發射 他非常有可能譬如說 透過蘇凱三四的這種重轟機 去掛載FAB500或一千五重 改裝的這個溫壓彈 那表示說他的威力更強大 那用這樣的一個等於重武器 他其實違反國際條約要 不過繼續又登場情況之下 表示說這個普丁要藉由這樣戰場上的臨力攻勢 就是要來轉移內部瓦格納兵變的這個焦點 那同時其實這兩天也一樣 發動無人機的攻擊 除了先前對基輔 現在在基輔附近 同樣是北面有一個叫這個蘇美地區 也動用伊朗的見證者 一三六型的無人機 在進行多輪的攻擊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 開始又透過相同的手段 那等於說以攻擊代替防守 那轉移內部的跟國際 在看待他被兵變的這個壓力 那當然普丁現在還面臨非常多的難題 因為現在瓦格納集團是不是真的瓦解 表面上看起來是 那普里哥金看起來是出逃到這個白俄羅斯 不過他有沒有可能來一技回馬槍 或者是還有殘餘的勢力 有不同的情況之下 有可能對這個普丁做什麼樣的動作 明天哥現在據說 他當初在這個長驅植入 要到穆斯科過程當中 就有很多是支持普里哥金的嘛 就是這一個一定有內神通外軌 對 那所以現在在內部 你看到最近在莫斯科 還有在這個俄羅斯的國土內各地 都很多的軍事據點 爆炸 起火各式各樣 很多人就說 那這是不是普里哥金 在裡頭在搞破壞 對 你看包含這個事發之後 有一位叫這個蘇洛維晶 他是先前的公務的總司令指揮官 就失蹤嘛 不見到現在這一個 俄軍的總參謀長還沒有露面 國防部長稍一股有露面 但是還有多位高階將領 不知道他的這個去向 有沒有可能被清算 第二個就是說有可能包含 像現在外媒觀察說 有沒有可能連接這個克里米亞半島 跟俄國本土的這個刺客大橋 克里米亞彈橋 也會列為這個普里哥金 都下令瓦格納來進行攻擊的目標 那報復他 那讓這場戰爭讓普丁 在俄羅斯這個烏克蘭戰場上面 節節敗退 那還有包含像 昨天又發生這個莫斯科的機場 那莫斯科近郊 那總共五架五人機出現出莫襲擊 那目前沒有證實是哪一方 不過他彈藥庫爆炸還有包含像機場攻擊 外界都質疑 有沒有可能是這個這個瓦格納集團 對普丁也開始回擊 那讓他給點顏色悄悄 不過這當然有其中可能性 過去都一向不承認 不過也曾經有用無人機去攻擊的潛力 那包含像這個俄羅斯境內的 反普丁的團體 自由俄羅斯等等 可能也會採取相同的手段 那現在當然最後的問題 就是瓦格納集團如果真的裂解 那普丁到底要如何來接收 這一個全球的商業帝國 未來勢必也是普丁的難題 對 所以我們看到現在普丁很傷腦筋 這個外頭這個烏克蘭現在想要西方勢力 大舉的要反撲 但他同時間要擔憂的是 還有他自己內部的內訓有點瞧不攏 雖然你表面上看起來好像搞定了 普里哥金不就把他流放到白俄去嗎 但是其實沒有的 現在看到了在這個俄羅斯的內部 普里哥金的這個舉起了他所謂的 他要去爭取正義 然後打的就是俄國陣統等等 其實在俄羅斯的內部 似乎也有這樣的一個勢力 他們是站在他這一邊的 所以這個內部的動亂問題 如何好好解決 現在看起來 這個俄烏大戰越打越精彩 俄羅斯內部的內訓 想必還有續集了 好 那繼續我們要帶你來看看 這也是續集不斷 這中美之間的一個晶片廝殺 現在你砍我一刀 我踢你一腳的 我們來看到現在到底會如何影響到整個 中美之間我們要帶你來看最早 大家還記得嗎 美國先下手啊 閹割版的這個晶片也不讓你賣了 那中國反擊 我們昨天跟大家分析了 半導體的材料呢 我也要斷工 好 那今天又來了 我們來看到美國說好啊 那我要全面封殺中國的AI應用 那很多觀眾朋友就好奇了啊 不就已經晶片不給賣嗎 那現在告訴你連應用都不讓你用 這什麼意思啊 現在呢他的條文是這樣寫的喔 他說限制中國企業使用 Amazon 微軟等等的 AI雲端運算服務 之前是說啊 這些AI的這些高速運算的晶片 不賣到中國企業去 那現在呢是連雲端的運算服務 我也不讓你用 這會造成多大的一個後果呢 那中國的管制呢 就是我們昨天跟大家報告了 像是半導體的材料啊 像加壓 折壓 這樣的一個出口禁令 已經端出來了 好了 葉倫即將要到中國了 現在殺的這個血流成河 葉倫如何到了中國之後 怎麼個談法 那我們今天就首先要先請世聰哥 幫我們解釋一下 AI雲端運算服務 跟之前的晶片禁令 它差別在哪裡 對 沒錯 我覺得這都是在雙方為這個 葉倫去這個中國訪問呢 這個跟接下來談判呢 都累積一些籌碼 好 那我們就講 事實上美國真的是鐵了心要封殺 中國的這個AI 包括說像前一陣子說 這個從高階的A100 H100 然後現在傳言是A800跟H800 都不可能賣 但是這個經驗還沒出來 這個經驗應該等到葉倫去訪問 中國完之後 另外一個這個華爾街日報 傳出來一個最新的消息是說 美國可能要禁用所謂的 中國的AI雲端運算的這個服務 那為什麼 因為這個其實目前為止來說 全球兩大 包括說像微軟跟亞馬遜 他們都有在中國有設立所謂的 AI雲端運算的這個服務 那如果真的要禁止來說 禁止中國使用的話 那真的會讓中國 真的連晶片買不到 然後雲端運算服務也買不到 好 那這兩個有什麼差異呢 AI運算的話主要就是說 假設我今天是百度 我百度的話我的立場會是什麼 我當然不會用別人的AI雲端運算 因為我要自己的雲端運算 所以我要發展我自己的系統 我有自己的想法 我有自己的東西 如果用別人的東西 就好像是租房子一樣 如果你很有錢的話 你當然是買一個新的房子 我可以自己設計我的房子 裡面的這個任何的格局 但是如果我沒有錢 我可能就租房子 所以一般來應用來說 只有兩種企業 大型企業可能傾向我自己 會自己建我的雲端運算服務 那小企業來說 我可能就是租用你的這個狀況 所以等於是這個 進AI晶片是把中國的大型的 什麼百度阿里巴巴那些 你要自己發展的 你沒辦法發展 那原本他們說好 那我沒辦法自己發展 我退而求其次 我沒辦法大型公司 我可能也去跟你租 就現在我連租都不跟你租 所以等於是說 他完全封鎖住的一個狀況 那因為這個精英出來的話 今天早上的這個胎股 一度受到驚慌 譬如說像A100 H100被這個限制 這個影響還對台灣影響不大 但是如果禁用AI雲端運算服務的部分來說 如果是禁用中國的業者 那對台灣影響就大 為什麼 因為事實上亞馬遜會微軟 然後說以亞馬遜來說的話 他最主要在台灣做伺服器就是廣大 那微軟來說的話 就包括說像鴻海 或者說廣達 微銀 還有包括說像音業打鬥幫他做 那早上來說就受到這個驚嚇 那甚至說 因為如果你假設封鎖了中國的AI來說 可能對於這個 原本有下單在台灣的一些 這個中國的IC設計的業者來說 像IC設計服務 可能就會受到影響 不過這個 因為目前為止是 華爾街日報報導這樣一件事 美國考慮 但是有沒有這樣做 我們不知道 要等到美國政府進一步的這個宣布 那這個影響 我們看葉倫去之前他考慮很多 對 各種放話 就是把話講得很硬 這樣中國才會屈服 那除了這個之外 還有我們昨天提到這個 者還有這個家的這個禁令 那者跟家的禁令來說 其實者跟家用到非常多的狀況 為什麼 因為者除了這個生化家 生化第三代半導體之外 其實他可以用在什麼通訊設備 譬如說像PA PA也要用到這個 者跟價 所以PA就是跟通訊相關的 另外就是說 現在很多太陽能板 他也會加入這兩個東西 那甚至在這個電動車裡面來說 因為電動車是高電流 高電流就會用到非常多 價跟者 所以等於說這些產業 其實都會受到衝擊的一個狀況 那目前為止來說 全球的五大進口國 就是說從中國進口的這個 所謂的價跟者有五個國家 就是日本 法國 德國 美國 跟荷蘭這些公司 那其實發展的都是跟 這些幾個產業相當的類似 那他當然主要打擊的就是 日本 美國跟荷蘭 你們這三個國家居然串聯起來 要打擊我 我當然要給你好看 接下來還有能夠用什麼制裁 很多美國媒體就點名說 可能還會有更多的稀土的官司 因為中國目前掌握全球 大概80%左右的燦能 都在這個地方 那當然看中國怎麼打擊 這個其實我說真的 禁令通常都是會互相傷害 只是說你傷害得多 我傷害得少這樣而已 那以這個AI禁令來說 對美國傷害小 對中國傷害大 但是這幾個稀土管制來說 對國外傷害就比較大 對中國傷害也是有就比較小 那就看雙方現在 接下來怎麼去談判 我覺得在葉倫去訪問中國之前 一定會有很多這種消息 美國又給你K什麼 中國又給你K什麼 可能最近投資 你可能要稍微小心一下 因為可能都會因為這些禁令出現的時候 對你的股價會產生短期波動的這個影響 對 所以呢 這四龍哥講得很好 這就是互相傷害過程 就很像打電動 看誰協調 這個降得比較快 所以這個降得比較快的人 可能會比較率先妥協了 那當然這都是在談判過程 等到葉倫到了中國去 我們就來看看 到底呢 這個談的狀況如何 如果談得好的話 接下來不是說商務部長也要去嗎 那這個中美如果關係可以稍微緩和 那現在看起來這種互相傷害可能刀就砍得淺一點了 就不會刀刀劍骨 我們可以持續觀察 但是呢 這個地緣政治底下 我們要帶你來看到的是 中國持續交朋友 現在看起來 似乎美國在全球版圖當中 他朋友比較多 所以呢這個他的朋友 感覺好像都是科技發展比較淺 經濟發展比較快速 但是呢 中國也在努力交朋友當中 我們來看到這個就是很好的上和會 上和組織 上海合作組織 最近開了一個這個這個各國的一個這個理事會 好 那這個理事會當中呢 我們看到他的一個朋友圈又擴大了 又有一個新的國家加入了這個上和組織 那是伊朗 好 那本來的上和合作組織 最早我們看到了中國 俄羅斯 然後是中亞四國 哈薩克 吉爾吉斯塔吉克 烏茲別克 另外還加到這兩個四仇國家一起加入也很特別 印度跟巴基斯坦 好現在新加入的就在今年伊朗他加入了 好那伊朗加入了之後 其實還有好多在後面排隊喔 最近消息說 連埃及都想加入喔 那所以人家再看埃及加入他的意義是什麼 埃及加入的意義在於現在的上和組織 你看歐洲跟亞洲嘛 那如果埃及加入非洲也來了 後頭排隊的一些國家 我們看到包括像中東 像是這個阿聯酋 卡達 敘利亞 沙烏地阿拉伯 另外在東歐亞美尼亞 亞塞拜然也想加入 亞洲呢 像緬甸柬埔寨 尼泊爾現在都在排隊喔 所以呢這個上和組織最早呢 大家會覺得那就是中俄 然後帶了一群人喔 結果現在呢 怎麼大家都要來了 好那上和組織越來越擴大 特別如果真的把他的觸角延伸到了埃及 進入了非洲又會有什麼樣的一個影響呢 陳燕 這一次的這個經貿博覽會 實際上在非洲總共有一百二十個簽約項目 而且金額高達一百零三億美元 實際上我們從一帶一路的一個路徑當中 其實非洲他們投入了非常多 所以你剛才講到了埃及的一個進入 其實非常重要的一個關鍵 加上目前對接的合作項目 有九十九個金額高達八十七億美金 所以有非常多的中國商人 其實到非洲去 而且現在到非洲的主要 第一個像科技公司 例如像華為 你看華為OPPO到那邊沒有人禁止他 沒有人會限制他 他可以很好的去操作 然後包括像做基礎建設的這一類的 中國建設中國交通建設 這一類的中國鐵路這些 過去很有發揮的空間 那另外一個當然很多的中國商人過去以後 貿易的一個對接就變得非常重要 另外一個就是民間企業屬於貿易類的 所以你就會發現有越來越多對 人才方面的需求 那當然就從中國找 所以現在我們也看到很多中國年輕人 也開始跑到非洲去工作 我先講一個比較棒的一個例子 就是說他到非洲去 然後他變成外商 對 他在非洲他是外商 他說公司給他住別墅 然後有保姆 有游泳池 然後呢 譬如說像華為這一類的 他們補貼就是海外的補貼 一天可能高達一百美金 那在非洲那個錢好多 很多啊 所以很多現在年輕人到非洲去 他說根本不用捲 我不用像在中國要捲 中國的青年失業率非常高 那你到非洲去是炙手可熱 對當然大家會說 可是看他做事在那邊的起薪 大概人民幣1.5 2萬 這樣算下來好像也沒有特別多 每個一個月 可是如果加上海外補貼 我估算台幣大概都在兩百萬左右 所以如果這樣 而且又有補貼一個月的代薪價 甚至回國有機票 算下來 這個他們說存個六七年 就可以回中國買個房子 為什麼不要 那當然在這當中我們也看到 其中一個特別值得注意 是這個東俄 俄交對不對 那這個在山東非常有名 其實剛成立的時候 一年大概就要吃掉 四十萬張的鋁皮 俄交就是鋁皮 鋁皮 因為宮廷劇裡面不是就 真貴 鋁皮對不對 好 那實際上大部分 兩百萬 你現在一年 到現在一年要消耗五百萬張 我剛才講四十萬張 現在一年要五百萬張 但全球有多少頭鋁 五千三百萬頭 所以如果再秩序這樣很快十年就沒有 所以他現在兩百萬製產 因為有一個物種 要被中國人吃絕種 真的吃絕種 沒有不誇張 那三百萬頭進口對不對 可是實際上三分之一都是非法 很多都是從非洲 因為非洲現在發現說 沒有了鋁 那我們平常 他是一個運送載送加工具 對不對 好 然後第二個是晚上一種保安的概念 現在就 所以像比如說 象牙海岸上邊 他們現在就禁止 那他們怎麼辦 就把他運到 那個賴索托 南非這邊沒有禁止 而且還有屠宰場 運到賴索托 再偷偷 走私運到中國去 所以現在中國很多 阿嬌都是這個 鋁皮是從這個非洲來的 對 那不只這樣 實際上像 非洲也開始有一些反中 像肯亞就蠻明顯 因為他們認為第一個 中國當地 當地的中國人 有種族歧視之外 比如說他的這個開了一些商店 貿易的一個情況 有種族歧視不是在地人歧視中國人 是中國人歧視非洲人 另外一個就是說 你看他們舉牌抗議 Stop China 就是說不要再入侵了 為什麼 因為東西進來 比他們自己便宜一半 那當然就會導致當地人 加上你又歧視我們 然後你東西又比我們便宜 那你可能又雇用 在雇用我們的時候 條件又不好 所以也引起抗議 現在在肯亞也掀起了一股 要中國人離開的一個 所以到底未來這個善兒會的發展 還有整體的狀況會如何 我覺得都還有很多需要去 有衝突跟磨合要解決 對 所以我們看到一個 強勢的一個經濟體 要進入到非洲 那現在在這個肯亞 這個地方其實早期來講 是中國在這個地方 發展很好 很多台商 中國的一些企業 到這個地方來 那現在在地的一些 這個肯亞人就覺得 他們工作也被剝奪了 然後便宜的中國貨又進來了 那壓縮到他們本土的一些貨物 生存空間 所以現在看起來 這是中國在非洲 似乎也遇到了一些 所謂的反華的一些浪潮 不過提到中國 我們要帶您來看看 那麼繼續要帶您看到的是 外匯的干預 最近的不斷的被提起 為什麼特別講日圓 我們來看日圓最近在貶值 那貶值的過程當中 大家就一直在問說 你這樣貶是OK的嗎 因為我們看到 日本央行 似乎也對於這個貨幣不斷的在貶值 現在也提出了一些警示 這個日本央行之前 不是已經好像有一點點在暗示 你們還在放空日圓嗎 唉唷 小心喔 我要出手了唷 好 那他說他要出手 哎呀 美國要來管 美國這管很快 好 我們來看到 現在是美國財政部長葉倫 他說日圓 日本央行說要出手干預 他說有 我們在跟日本討論 干預日圓的一些相關政策 你說日圓的政策 美國要來管 好像想到當年的廣場協議 對不對 日本搞成這樣 你今天又要來管 那其實美國要管人家的 外匯的操作 其實這個已經很久了 很有歷史 我們台灣也常常被管 所以你看最近 美國的匯率操縱觀察名單 我們台灣又上榜 中國最近也在被觀察 德國 瑞士 南韓 馬來西亞 新加坡 台灣 都在被管 好 那我們來看看 到底這個日本央行 為什麼最近美國 又要關注日本央行 要不要出手 問問家老師 最近金融市場上的 一個熱門話題 當然就是日圓匯率 何去何同 日本央行 到底要不要干預 這樣的一個問題 所以才引出美國 要不要把日本 也列入匯率 操縱的觀察名單 那麼現在是這樣子 日本新任總裁 植田河南 他在今年四月上任後 本來大家期待他說 是不是開始來進行 貨幣政策的正常話 結果六月的利率會議 本來大家期待 他會開始透露一些風聲 結果沒有 就是說 短期內日本仍然繼續維持 他的零利率跟量化寬鬆 是這個原因讓日圓開始貶值 既然你是這樣 因為我們回顧一下 當初從一百五十一貶到一百二十八 這一段就是去年十月下來 這一段就是因為當時的總裁 黑田東彥 換寬十年期日本公債的波動區間 所以大家以為這個開始是信號 所以預期日本的貨幣政策 要開始轉了 所以很多套利交易 借日圓在別的地方運用的錢 要趕快來還掉日圓債務 所以資金回流日本 就造成日圓升值了 結果現在發現沒有 沒有的話 就朝著原來的一百五 又回去了 對 所以現在市場的貶值方向 就是要朝一百五推進 然後這個時候 大家就要開始看說 日本央行到底借不借入 去年的那個借入水平 在一百四十五、一百四十六 這個地帶 央行有干預 所以現在金融市場 就是在測試央行 日本央行干預的決心有多強 我到一百四十四點五 一百四十五、一百四十六 你干不干預 是這樣子 所以其實匯率 各個都一樣 就是中央銀行 跟市場之間的博弈 那中央銀行 不能隨便把外匯拋出來 來干預 為什麼 因為如果那個匯率守不住的話 你拋出外匯干預 是浪費 所以央行要了解 多空平衡的那個 匯率水平在什麼地方 那市場要了解 央行有沒有防守的決心 我測試一下 看看你怎麼回應這樣子 所以市場會不斷的 有一些測試的那個賣壓出來 然後看看央行 是不是跳進來防守 像這樣的操作模式 不是日圓這樣而已 人民幣也一樣 那台幣都一樣 那這種博弈的過程裡面 現在我們去追究一下日圓 日本為什麼還要維持寬鬆 第一個原因就是他認為 這個日本雖然已經通膨 回到百分之二以上到百分之三 但是他認為這個可能 也沒有持續性 就是說今年下半年 可能通膨又會降下來 一個持續性的問題 第二個為什麼會這樣 他進一步分析說 日本現在的通膨 理論上結束了通縮的年代沒有錯 但是他這個是因為輸入性通膨帶來的 尤其是能源價格帶來的 那這個部分的話 他也擔心說也許能源價格波動性大 這個不是他日本國內的總需求上來 推動的通膨 這就引到下一個理由了 就是說為什麼日本國內的這個經濟 沒有那麼強就看到通膨 這根本原因也是現在為什麼這個直田河南上任之後 大家期待他會開始轉結果沒有轉 根本原因是日本的工資增長率不行 日本的工資增長率 這個問題非常大 就是說他解釋了為什麼日本是中產階級沒落 購買力消退以至於日本的總需求不行 然後沒有辦法真正推動日本的經濟回溫 那現在有幾個數據 第一個2022的會計年度 去年四月到今年三月 這個2022會計年度裡面 那日本的工資增長表面上漲了1.9% 但是通膨是3.8% 所以實質工資就被通膨吃掉 反而是下跌了1.9% 這個是2014年他消費稅推出來以後 實質工資最大的降幅 這是第一個 然後第二個過去30年來 日本的經濟失落裡面 反映在中產階級沒落 中產階級收入的中位數 從1996年的550萬日元 到2020年的時候變成440萬日元 降得好多 反而是下降 中位數再下降 再來的話 過去30年 日本的工資增長大概4% 可是日本企業保留的盈餘是80% 成長了80% 也就是說很多經濟的 那個復甦的一些好處 是跑到企業端那邊去 而不是在勞工這一端 所以如果能夠提高工資的話 日本的中產階級的購買力會回來 日本的總需求會回來 那麼日本的通膨就會比較有持續 比較扎實一點 比較扎實 對 所以日本央行就在看這個問題 工資增長率 這才是關鍵變數 那如果工資能夠回來 比如說現在開始有工資的談判 今年可能會漲4% 工資上面 但是能不能應付得到通膨 還不一定 那如果將來工資的增長上來 日本開始因此調整它的貨幣政策 那這樣子才能夠把日本跟西方國家 美歐之間的貨幣政策的分歧 能夠解決 不然的話 日本會成為貨幣緊縮的破口 因為很多機構會跑來日本 繼續從日本借低利率的資金 到別的地方運用 這樣子的話 美歐這邊的貨幣緊縮就被抵銷 對 所以日本最後也還是要轉貨幣政策 但是觀察的變數在國內經濟的部分 在總需求 在於工資的增長率 是 那這樣老師我想我好奇 這樣聽起來都是日本他們自己央行決定就好 為什麼這個一次出可能要干預的一個問題嗎 然後葉倫又跑過來了 這樣子是因為美國的確有一個相關的法令 讓他去觀察其他國家有沒有在干預會事 那美國跟現在日本的干預幾個做法 第一個是口頭干預 口頭干預的話 那個財務大臣出來講話以後 現在那個財務副大臣也出來講 問題是大家聽來聽去覺得 他的口氣沒有更硬 所以就覺得說他可能只是應付一下 從觀察他講話要觀察他講的話 夠不夠硬 第二個 他口頭干預的新的方式是說 我跟美國保持密切磋商 當然日本不希望被列入匯率操作名單 那他磋商的意思就是變成說 如果美國這邊沒有強烈反對的話 說不定就可以干預 這樣子的話日本就貶了 那如果美國很在乎的話 那可能日本就不得不干預一下 那這樣的話日圓的貶值可能就會緩和下來 所以現在從日本官員怎麼講話 變成大家去看美國官員怎麼講話 這個都是那個外匯市場的那個花樣 但是現在的重點是說 日本必須回到升息貨幣政策這個部分 才能夠真正防守匯率 光是在外匯市場和干預的話 其實都是短期性而已 因為以前日本央行也干預過沒有用 關鍵在於你的貨幣政策本身利率本身 因為跨國利差 現在那個美國 美歐在升值嘛 有跨國利差 跨國利差的話 會導致資金這個移動嘛 所以日本必須改變利率才能夠真的穩住匯率 那教授老師我們問一個小小結論好不好 你跟大家預測一下 那現在呢已經來到了 大家在試探日本央行 要不要出手的一個位置 144 145 146這個位置嘛 那你怎麼觀察 接下來呢 如果這個聯準會可能還有升息空間的話 那日圓還要扁啊 對 大概扁到哪 真的一百五啊 會挑戰一百五 會挑戰一百五 目前的趨勢是這樣 除非你跳進來 除非你日本央行宣布貨幣政策開始調整 對 譬如說 譬如說十年期公債的波動區間 又給你放大一下 就是你不做動作的話 那大家就往一百五繼續推進 是 如果日本央行還是現在只是口頭上說說 他就一百五 這個很像部隊拼刺刀啦 如果沒有刺到牆壁的話 就一直推 一直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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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起來會這樣子啦 就是說一直測試你 你要不要抵抗 你要不要出來防守 你不防守就一直測試你是這樣子 是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日圓的一個匯率 你就觀察日本央行動作了 如果還是口頭說說 沒有什麼實際動作的話 可能下一個這個關卡一百五 就會看到了 給大家做參考了 歡迎回來 我們要帶你來看看 這個是在這個全世界最大的一個日用品的企業 寶橋PMG 這個產業呢 這個你真的一生當中 你應該很難離開它 那據說他全世界的一個消費者 有五十億人 你從出身這個紫尿褲 我們要幫寶石 長大一點呢 你要這個洗澎澎 所以你看他的洗髮精 這個菲柔潘婷 海倫仙杜絲 然後呢 男生長大一點 你要用他的刮鬍 這個極烈刮鬍 女生你要用他SK2 各種各樣的 好 那據說他對他的商品線要求非常的嚴格 你要可以成為他的供應商 你一定要有過人之處 好 來看我們台商就辦到了 這是我們台商的隱形冠軍 好 那麼這個台商呢 這個凡兒這家公司 他在廣州 叫凡兒台商這對兄弟 他成為寶橋的供應商 哇 真的是這個十八般五一樣樣俱全 好 那麼到底呢 台商要打入他的供應鏈有多困難 我們來問問世聰哥 對 沒錯 人家寶橋能夠百年不衰 他一定是對他的客戶 或是對他的這個所謂的 供應商是相當嚴格的 好 那我們講 事實上寶橋到目前為止 已經有186年的歷史 你看他1837年就設立了一個狀況 那剛剛也至於講到說 他真的是涵蓋非常多 為什麼 如果跟他講像這個刮鬍刀 極烈刮鬍刀 就是來自於這個寶橋旗下的品牌之一 甚至這個阿波羅 他們登陸月球的時候 就是用了這個極烈刮鬍刀 也是他們的 所以叫做這個什麼極烈阿波羅的系列 那麼除了這個之外 因為他的產品非常多 然後覆蓋的國家非常多 有一百八十個國家 很多人大概從出生到死亡 大概都一定會離不開寶橋的這個產品 那目前他的市值有三千五百六十億美金 那約折核心臺幣是十一兆 大概是全世界排行第二十三名左右 他在這個所謂的非耐用品 這個產品裡面來說 市值金次於LVMH 好 那我跟他講 除了剛才講到的極烈之外 還有一些這個洗髮精之外 像金頂電池也是他的 包括像百靈歐勒幣這些都全部都是他的 那我們講為什麼他能夠這樣 自他1837年的時候是一對諾里斯兩姐妹 他們用他們的老公他們一起 然後成立了這個寶橋 那一開始來說是製造肥皂還有蠟燭 那一開始是根據第七十在艾爾蘭 後來移到美國 後來用軍約 因為1861年爆發南北戰爭 獲得很多訂單之後 開始聲明大照 那我們現在一般在講的所謂肥皂劇 還真的跟寶橋有關係 是因為寶橋當時推出一款叫象牙皂 他要推行他的這個打廣告的時候 他就說那我就贊助這個人家去拍戲 所以是因為肥 是真的 大家在看到這個劇的時候 就看到這個很多肥皂的廣告 所以才會叫肥皂劇 是因為寶橋的關係 然後後來他要陸續收購很多 包括咖啡 食品 藥品等等 他現在已經是全世界最大的民生消費品牌 那我們講 因為他能夠百年歷久不算 你就知道說他對品質的要求是非常高 所以目前為止來說 台商很難打進去 不過我們發現到說有一個 有一個這個廣州的這個公司叫凡爾 那他們兩個是台灣人 那他們兩兄弟叫張永昌跟江旭輝 他們兩個為這個PMG代理代工非常多的產品 那主要是芳香系列的產品 還有紙香系列的這個產品 那我們就講他如果代工那麼久 那怎麼辦 因為寶橋要求你不只是你要品質好 你可能也要有一些專利 我才願意採購你 所以他目前為止 他有一百三十五項的研發的這個專利 然後他以2021年的這個營收來說的話 已經超越兩億人民幣 這幾年當然持續的在攀高 兩億人民幣 簡單乘以五 也是十億左右的一個數字 所以其實他們兩兄弟 真的在廣州這個 算是為PMG貢獻蠻多的 那為什麼能夠這個 成為PMG忠實的這個夥伴 當然除了你產品好之外 他對品管的要求非常嚴格 他們兩兄弟在我們這次的雜誌報的裡面就說 他們跟這個PMG要展開合作的時候 PMG就跟他講了一個鳥的故事 一個鳥腿的故事 那什麼意思呢 他說當初的PMG在這個 要做這個所謂相關的產品 這個的時候 結果沒想到 有一隻鳥飛進來 飛進來之後 然後他就飛到這個機台裡面 然後就被打碎了 被打碎怎麼辦 他們就開始要求這個供應商 把所有的這個他的殘渣 都把它弄出來 結果來掃一隻腿 找不到怎麼樣就找不到 結果來PMG就要求說 這個所有的產品全部銷毀 就因為找不到 就找不到鳥腿 就全部銷毀 所以他們對品質的要求 非常的這個要求 所以他們的工廠裡面的說話 第一個 他們不會種所謂的綠化 不能讓鳥飛進來 對 因為會吸引鳥 昆蟲 就一樣跟當初的鳥腿的故事 一模一樣 另外除了這個之外 他們要求說要有這個 不能讓陽光灑進來 因為紙箱那些東西都對溫度 濕度有非常大的要求 所以他們溫度濕度都要求的 非常非常嚴格 那也因為這個樣子 所以他們就自己蓋廠 因為沒有廠房能夠合適他們 因為他們大概都不能夠 只能夠有些微的陽光灑進來 但是不能夠有大量的陽光灑進來 這個要求是相當相當的 嚴格的一個狀況 所以廠房都是這樣 然後PMG也要求 所謂的工人的健康 他也要跟著PMG的這個要求 那除了這個之外 因為他就弄很多新的創新 甚至他在廁所裡面 有注入所謂的大思維 大數據的思維 那這是什麼意思呢 因為事實上 他們的產品出貨之後 他們有時候會有付 他們在這個 譬如說在很多地方 他們會裝他們的感應器 偵測說目前的使用量到底多少 那你說他這個要做什麼 第一個我們跟大家講 譬如說以這個機場為例 一個機場 他大概有約莫是這個500間廁所 500間廁所裡面來說 他用他們的產品 譬如說這個所謂 這個洗手的 洗手乳的這個機台 或者很多機台 可能好幾千台 那問題是 你怎麼知道說洗手乳沒有了 你怎麼知道廁所的 廁所的紙沒有人 一個是去巡太久了 你要派工人去巡 那巡 我剛才講到500間廁所 然後2千間所謂的這個設施 你怎麼去巡 沒辦法巡 你看專門就在上面 你看我們剛才不是看到嗎 在那個抽衛生紙的那個地方 然後注入一個大數據 他可以隨時監控說 這個到底用了多少 衛生紙快沒有了 你就趕快去再把它重新弄 這個就很得PMG的這個喜歡 他覺得這個很好 所以才說你看 即使在PMG 這麼我們一般都認為說 他就是一個 一般我們都用到 好像沒有什麼高科技 但你看他們 這個他們這一對兄弟 為了要打入PMG 有很多專利 然後工廠的要求 還有很多大數據新科技 都要導入到這樣的窗網 才能獲得PMG的青睞 對所以這種大廠商 你要怎麼樣這個跟別人不一樣 你一定競爭對手很多嗎 那你就在小細節當中用心 所以這個凡人產業 這對台商兄弟 才可以現在成為了這個寶橋 這個PMG 這個心滿意足好夥伴了 好那麼繼續我們要帶大家來看看 又是飛天車了 現在是連馬斯克也要投資飛天車 他以前不是講說 他覺得車在天上飛很危險 萬一撞到掉下來它很危險 所以那個時候他才會講 這要解決塞車的問題 他要挖地道嘛 結果現在你看看自砸嘴巴了 他也要來發展會跑會飛的飛天車了 好那麼這是這個美國我們看到了 這SpaceX 他要轉投資一家新創產業 做的就是能夠在陸地上跑 也能夠在天上飛 這個飛行車叫做Model A 好這個Model A呢 2025年就要即將正式的問世了 到底現在發展的狀況如何 來問問呈嚴 因為他的名字取名叫Model A 大家就想是不是特斯拉 對不對 可是確實 因為雖然不是特斯拉出的 但是SpaceX有投資 所以合理 等於是說 馬斯克可能原本有這個想法 Model C Y S這些 他原本應該有規劃 留著一個A 要的A Air 如果我們這樣想 當然所以他投資這個加州的新創公司 來發展 我覺得也可以 就集中讓這家新創公司集中火力來做 目前這台車 有拿到美國FAA的一個核准 可以在道路行駛 但是叫做測試 就是說我這台通過 這一台我可以做來做 實驗 他可以在路上跑也要飛 那這一台車有去的地方是什麼 他可以停停車格 因為他就是一台車 但是我要特別講一下 他的時速只有四十公里 為什麼 因為美國有一個低速的車輛法規 就是說我就比較沒有針對 車輛的安全性去做測試 因為這個車要能飛的話不能太重 那所以我不可能用鋼板啊什麼安全防護啊 所以他如果他能夠跑這個車可以 他的開太快的話 他就要去 其實撞擊測試 就很危險 對不對 沒錯 所以他就四十公里 簡單講就是說 有些地方 你就沒什麼車 你就慢慢 大部分你就可以飛 飛起來 那續航力是三百二十一公里 飛行的道路續航力三百二十一 飛行是一百七十七 目前賣多少錢 大家看到這個車會興奮 三十萬美金啊 但是我跟各位講 你不要氣 因為只要一百五十塊 一千萬 一千萬 但是你只要一百五十塊美金就可以預約了 有預約就可以拿來講話了 對不對 到時候要交車的時候再看看嘛 就不要買這樣 對啊 反正先預約再說嘛 我以後也會弄一台這個車 給大家看一下 對不對 一千五的話可以優先取車 就你訂單下預訂金 那這個車很好笑 就我我查遍了 因為我現在還沒有看到 實際看到這個車 我去查他怎麼飛 你知道嗎 那基本上就是 這個車就是這樣 在跑跑跑 你要飛的時候就 他開始飛這樣 你就看一台車有沒有 在空中是這樣 這樣子 很妙 就他是垂直90度 他垂直飛 那人坐在中間 沒有他的駕駛 當然人不會變這樣啊 對他的 人他會把你轉過來 他會有個那個 我們叫做那種旋轉機制啊 那現在中國也在發展 包括這個廣際的Golf 他也發展這個車很妙喔 因為他的 你注意看喔 他下面很像一個坦克的概念 對不對 然後上面在一個這個飛行艙 是 這兩個可以分開 也就是說我車開開有沒有 拜拜 我就車就飛起來了 那我那台車就停在我的停車格 我就飛 他上面有另外一個 飛行器可以飛出去 然後你可以再回來 合體 這越來越好玩 就未來我們再開車啊 開這些飛行器啊 有各種各樣的 各種各樣的花樣 那日本Suzuki也跟Sky Drive 開始要生產這個三人座的這個飛天車 這個當然我覺得比較現實際應用 比較有可能 因為他就是很很像一台簡易的直升機 對不對 簡易的直升機 那目前也取得這個營運 未來營運的許可 可能這一兩年我們看到 在紐約市中心紐沃克 他就是負責一個接送的概念 原本因為那個很塞啊 你知道 紐沃克要到紐約市中心 那個很塞的 那這個過程怎麼辦 你就做這個可能Sky Drive 對不對 十分鐘原本要一小時的車程 你就十分鐘就可以 飛過去 但不貴一百美金 這個比你做直升機便宜多了 那未來也還有摩托車 現在我們的摩托車主有福了 以後我們不用騎摩托車在路上啊 我們就直接騎這個 這個我忘了在電影 我忘了哪一部電影有看過 就很多人騎在空中這樣 沒想到這個真的 星際大戰 日本的星狀 對 那是星際大戰 他現在實現未來 可是這一這一台其實蠻 我覺得這樣很危險 你飛在天上 然後你是騎摩托車狀態 飛在天上 風太大你被吹 你就掉下來了再見 我相信這個到時候 你在騎的時候 安全帶子 對 比如說各種安全措施 因為這一台當然也不可能 因為一台要兩三千萬 真的騎摩托車了 現在就是真正的頂級富豪 我跟各位講 像朱老師 他以後一定就騎這個來 我跟你講 然後另外他現在其實 因為兩千多萬 可是只能飛四十分鐘 所以只能適合短期 但他們現在要研發一百五十萬左右 比較小型的款式 所以就應該未來會蠻適合在市區通行 所以但是未來這些飛天車 都要共同解決一個問題 就是空中庸塞的問題 如果真的大家都在空中飛的時候 路線庸塞怎麼解決 也是一個大問題 對 所以現在這個科技很進步 大家都在各自研發 每家有各自不一樣的一個飛天車 有的值得飛 剛剛看到這個馬斯克投資 那一家還要跟你這個翻過來 各種翻轉的飛 還有摩托車也在飛 各種飛法 這個空中交通有點危險 但是現在正在研發當中 我們可以持續來觀察 還有哪些新創意 歡迎回來我們要帶大家來看到 日圓在貶值 結果影響到了在日本打工的 這些外籍勞工 特別是在越南 大家知道如果在這個日本打工 這些外籍的當中 這個越南佔最大多數 大概佔了百分之二十幾 都是來自越南的外國的一些勞動者 好 那以前他們覺得日本錢蠻好的 賺了之後 錢寄回越南很好用 這是一條管道 但是現在我們看到這越南人 他們紛紛回到越南去 因為日本實在是太辛苦 賺的錢 錢一直在變薄 因為日圓在貶值 但是日本 我們看到了日本東京六月份的CPI 還在持續成長 他們的物價越來越貴 通膨狀況還在惡化當中 好 那所以到底要怎麼來觀察 這個越南人在跑 但是我們投資好像是機會 朱老師怎麼看 好 我們先看到這一波的通膨 全世界一開始大家覺得 日本大概是唯一的受惠者 因為大家知道日本幾十年來都是通縮 這一波終於讓它轉成通膨 對日本來說有個好處 就是我通縮的時候 大家不喜歡買東西 因為東西會變便宜 但是當我通膨的時候 我預期東西會漲價 我現在就會提早消費 這對經濟是有幫助的 可是大家看到全世界通膨 現在是越來越輕 越減輕了 可是日本卻沒有 我們剛剛是已經給我們六月份 最新東進的數字 真的是在往上 不只這樣走 全日本的數字是還沒有出來 但是今年一到五月 全日本的核心CPI 也都在持續往上 尤其五月的核心CPI 已經來到四點三趴 到日本覺得不得了 這還得了 我們以前是希望通膨沒有錯 問題是現在太over了嘛 那怎麼辦 所以當然最直接的物價 就開始反應了 你看他民生必需品 你看他這個漢堡高度 漲了十七趴 壽司漲了將近十趴 衛生紙漲了十五趴 能夠反應價格的都還是好事 不是每家廠商都能夠反應成本 現在日本就出現了一個新的名詞 叫做通膨破產 指的是說 沒有錯我的成本增加了 但是有人可以反應成本 有的不行 有的不行 不行你怎麼辦 自己吸收 你吸收不了嘛 吸收不了就倒了 對 所以就破產了 所以呢 最近有一家日本的食品公司 去很多去日本人都會去買 就是那個玉米棒 對 Wooven Bo 他以前一根核十塊日幣而已 四十二年沒有漲價 現在他終於受不了了 一根十塊日幣 漲到十二塊日幣 結果被罵翻了 結果結果怎麼樣 他才漲兩日元就被罵 兩日元出來公司出來道歉說 不好意思 我真的撐不住了 那個直接的就是在日本的工作者 剛剛志祺提到越南 就現在就有個例子就是 越南在日本的工程師 算是比較高階的 對 他以前領到的日元的薪水 換算成越南盾 核台幣大概月薪有三萬八 結果現在存兩萬倍 所以他從越南盾來算 已經減少也就算了 他每個月他住在日本嘛 他的開銷也大幅增加 最直接的電費變得超貴的 以前一個月電錢核台幣大概就要四千多塊錢 現在居然變double八千多 你叫他怎麼生活 所以這個工程師就說 以前都會還好的去吃一餐飯 現在沒有都只能買什麼 超商晚上快要關店前的特價品 所以這是不如歸去了 其實工程師還不是一般的那種低層的勞工 都這個樣子 那你說怎麼辦呢 所以回到投資面的問題 我們也知道今年日股 漲得非常非常的多 以到目前為止 日經指數漲了二十八趴 今年以來是全日本 全亞洲漲最多的 可是你看到這個 這個我們幫大家整理 日經的這個今年前十大的漲幅的公司 你發現什麼事情 大部分都是科技公司 只有少數的 你看第三的神戶智鋼 還有下面這個這個頑紅 這個山林這些商事 我們都知道 不是科技公司 其他的你看到的 通通都是屬於科技公司 所以也就是說這一波 你看到不管是今年以來漲幅 甚至你只看近三個月 這個漲幅真的是病病 可是現在要告訴你 現在投資機構開始要轉向了 因為回到剛剛的 因為通膨的關係 他開始覺得這些商社 或者是這些做日常生活用品的公司 他要開始可以去反映這個部分的話 可能漲幅可以更多 就比如說我們剛剛在講保潔 你要有試占率的 你能夠不用他的東西嗎 不行 很難嘛 所以你看現在開始 之前我們剛剛看到電子股 漲一堆的 所以現在開始轉進防禦型的 像日清是不是做泡麵 各方面是民生消費相關的 對 民生消費的 他開始在反映這些物價的時候 尤其他試占率高 而且你用習慣了 你先吃日清的泡麵 吃習慣了 你會以為他漲價 我改吃另外一排 我不愛的嗎 不會 幾乎不肯的事情 清潔育品不是也是一樣嗎 你習慣這個商品的味道 你接下來換另外一個牌子的洗髮金 你未必接受 所以這是目前投資一個傾向號 那再來就是對應到 整個目前市場來說 確實外資是把這一波日股 捧最高的一個主要關鍵 因為我們就統計數字來說 光今年上半年 外資買超日股 大概是四百五十五億美金 是這一波最多的 所以接下來外資會有什麼動向 也是我們直接去關注的